那竹笋在历年的这个检验当中 是有验出来有漂白剂的 例如贵竹笋 贵竹笋 那贵竹笋的话呢 部分商家为了让竹笋看起来比较漂亮 结白保存期限 它是有添加防腐剂的 有的时候会使用漂白剂 把竹笋来漂白 那证据在哪里呢 2007到2004年 消息会都有检验出来 比如说这个消息会在2007年的时候 是检验这个竹笋 差不多在6月份 换句话说6月份 我们可能又看到消息会有报告了 结果二氧化硫 这个含量不合格高达44% 这是大台北地区 那2004年的时候呢 当时是6成3 这个煮熟的竹笋都有漂白剂 亚硫酸盐 换句话说呢 这可能也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 当然我们希望你看 这个是6成3 这个是4成 是不是逐渐逐渐越来越少 稍微少一点 对 那希望2013年 今年搞不好这个比例要更降低一些 那我们现场也有摆竹笋 同学的工作又来了 现场就有竹笋了 比一比一 又来了 这个贵竹笋A 跟贵竹笋B 有一个是有加漂白剂的 这个又难了 非常难 来看一下 AB你们闻闻看 有一个有加漂白剂 一个没有加 一定闻得出来吧 漂白剂那味道 如果我们是家庭主妇 或者是家庭主妇的话 看这两个我们是分不出来的 一漂白的话就看颜色吧 对 可是闻起来都是竹子的味道 都是竹味对不对 看颜色吧 如果既然是漂了 或者是你们看看颜色呢 对啊 颜色有时候放久了 或是它的部位比较上段 或是中分会下的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是闻不到的 因为密封起来了嘛 有一些水啊等等 是包装好的 好 那究竟是A还是B 有加这个漂白剂呢 有加的哦 你们认为是哪一个 好 B B B 全部都是B 来 素青为什么认为是B 因为从他们两个的颜色看来 B显然比较长较白 第二个从颜色闻起来 味道闻起来 B虽然是酸酸的 但是说实话 我比较常买到类似B 这种酸酸的笋啊 没有错 对啊 所以我就很难判断 可是以它比较苍白 所以决定是它 颜色看变 就这样决定了 因为A号有笋子 竹子味 对啊 所以你也认为B比较白 像我比较外行 我都觉得闻起来 其实两个都还是有笋子的味道 而且其实在市面上 你说那个酸酸的味道 你们就以为就是笋子 就是竹笋啊 就是这种味啊 我虽然闻那个粉味闻惯了 可是那个酸味 我一闻味知道 B一闻就知道 有很强的酸味 所以我觉得B是有加的 好 B有加 所以三位同学答案都是B 那我们请吴教授 来帮我们这个测验一下 到底是哪一个有加呢 哪一个有加 好 我们先来挤在A的上面 A皮好好用喔 我们去跟卫生所要一瓶 对啊 Bingo 你看A变成了橘红色 结果你们B没有加 你们猜错了 所以我们被颜色所骗 真的 很容易被颜色跟味道所骗 你的鼻子失灵了 不是 可是为什么B的那个酸味 比A还要强呢 强很贵 为什么 宜方老师 我刚才有闻过B的酸味 它其实是天然发酵的酸 你真的是有添加的话 是那种刺鼻的酸 刺鼻酸 你若是常常去有一些 比较传统四级的话 你只要走过几次 你就知道那个味道就会 两个酸味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来 吴教授 来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这两个有这样的差别 因为我们看得出来 那个B好像真的是比较白 但是它反而没有漂白剂 其实现在 自从被抓过几次之后 二氧化硫反而大家 比较不会去用啦 不用啦 然后比较不会去用 而且因为二氧化硫呢 它也比较容易被闻出来 然后它的效果呢 它的长期性的效果 也不如过氧化氫来得好 所以现在常常就变成 用过氧化氫来的 而且过氧化氫 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它的这个 因为你加热或怎么样的过程 也不容易把它赶掉 那闻不出来 闻不出来 完全闻不出来 但是效果其实是一致的 来 潘老师 对 就是说大家开始对化学 也开始要了解了 就是说呢 我们漂白一个东西呢 它可以有非常多的手段 那当你使用这个手段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它很容易曝露它添加 就像刚刚吴教授所讲的 你用二氧化硫 就是我们经常针那个免喜块 有没有 对 我们针那个免喜块 如果用二氧化硫针 它也是把它漂白 否则那个竹子里面都有黑黑的点 你敢用吗 不敢 所以漂白以后 你闻起来不都有酸酸的吗 那一样呢 那早期如果说 要用二氧化硫来漂白的时候呢 人家一闻这个竹子 就像刚刚谢老师讲的刺鼻味 对 那个非常明显的化学刺鼻味 跟天然发酵酸味 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所以那这样子很容易被发现嘛 那我被发现了 我不是就卖不出去了吗 所以它就不会用这个了 它会用另外一个漂白剂来弄 就像就是二氧化氫 或者当然是硝酸根也可以漂白 硝酸根也不是不能漂白 硝酸根 对 那你现在如果说 假设它现在加的是 硝酸根的漂白剂的话呢 你这个也测不出来 所以这一个试剂 完全只是针对过氧化氫测的 过氧化氫 所以我们每一个化学物质要测 我们要必须发展它的那个试剂 那发展这个试剂其实不容易 因为你要发展的是 第一就是这个试剂不能够变质 第二个是要瞬间能够得到答案 如果它太复杂的时候 民众无法操作 所以我们在卫生单位里面 我们有专门要求他们去设计一些 发给你们去测的 但是我们要求的项目里面呢 他们只能完成某些项目 有些项目不能完成 原因是他们跟我回头 潘老师我们发现做这个很麻烦 因为做完之后呢 你如果说一个礼拜内不使用 它就坏了 那你像他手上拿这个呢 它是可以放很久都不会坏的 那当然这个就好用啊 所以这个到目前为止 一直存在的原因 是因为它可以放很久 但是我们有发现一些 就是放一阵子不见放一阵子不见的 那个卫生单位就跟我们讲说 潘老师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 那我们都蛮累死了 问题这个好用 我们怎么哪敢去跟人家撤啊 而且就是 而且就是 还有最重要的是商家有良心啊 我觉得良心真的是很重要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脊二C酸 本甲酸 那这些名字呢 大家应该也算耳熟能详的 不过就是防腐剂啦等等 漂白剂啦等等 那吴教授 为什么他们要加这些 然后好像很轻易就过量 然后每一次都是金针呢 为什么 实际上这些东西 他加进去了之后 除了保持他颜色能够 比较长久一致之外 他还有一个防腐的这个作用 在里面 他可能要卖得很久 然后在架子上面放很久 所以会担心说 他是坏掉了 或怎么样 他就加了 那实际上来讲 以脊二C酸也好 本甲酸也好 通常来讲加的时候 是以他的这个钠盐的 这个方式加进去的 因为增加他的这个 这个水溶性用的时候 比较容易使用 但是规定上都有规定 通常来讲的这个本甲酸 比较适合用在 所谓的豆类的这个食品 豆类食品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 他豆类的食品 不见得都会用这个本甲酸 他也会用脊二C酸 严格来讲脊二C酸 是比较适合用在酒类 酒的这个保存 以及呢 以及所谓的这个乳制品的保存 是 但是呢 现在业者呢 通常来讲用这两个 已经没有什么选择性了 那我们我们国家 其实基本上 有一个规定 希望说他的量不要加超标 我们请这个吴嘉诚 吴教授移坐 到这边来帮我们测试一下 是不是我们可以测得出来 他是不是含有这个二氧化硫 这个要怎么样测呢 像我这边的是鲜艳的虾米 这个是普通的虾米 这个是比较鲜艳的金针 普通的金针 还有这个冬瓜条 也是年货之一 冬瓜糖 冬瓜糖 那这个比较白 真的 这个泡水一个黄一个白 你看 这个是比较黄的 对一个白 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 来验出有或每一个 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我现在市面上 可以买得到像这样的这个柿子 所以我们也要警告一些 这些在生产这种东西的这些店家 很容易就可以把你 这是什么柿子 这是专门测二氧化硫的柿子 二氧化硫 那如果说没有二氧化硫 在里面的时候 他大概来讲 他就不会做颜色的改变 那如果有二氧化硫的时候 他马上会呈现粉红色 那很简单 很简单 那我们家庭主妇 或者家庭主妇 也可以来测 对对对 可是老师他一定要泡湿 我去买干货 我不可以在上面偷偷抹一下 不行 那你这个摊家有没有问题 你还是买一些些来测一下 所以我常常说 大家去买这种年货的时候 最好不要一次去 你就买很多 甚至你要两次去或几次去 一次先拿一点点回来 或者试用品拿回来 自己先了解一下这个商家 这家怎样 那来帮我们测试一下 这个我们就很快把它放进去 这虾米 哎呦 鲜艳虾米啊 你看马上就变红了 所以这个有加二氧化硫 这个像这种就是有二氧化硫的 好 那我们看隔壁这个普通虾米 这个看起来比较黯淡一点 这个太平洋的 真的耶 普通虾米 所以这两个差别很大 是有差别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太白了一点 是有差别的 挑白了 而且你看这个就是他们还没有放 这它本来的样子 你可以看一个是比较粉 一个是比较深 然后一个比较好像 色卖相比较好 好像快要不行了 卖相比较不好 那我们一定会买这个 这个就是二氧化硫固量 好 那这边是金针的部分 我们也试试看 哎呦 这么快 所以鲜艳的金针 它果然真的比较黄 比较黄红 这样子 其实金针 金针我在其他很多的这个节目里面 是发现金针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 金针为什么每一次都超比较好奇 为什么不让它呈现自然颜色呢 自然颜色卖相会不好 这个微微一点 但是跟这个正常的是差很多 差很多 所以就普通的鲜艳 可是老实说 你说这个是有二氧化硫对不对 这个没有嘛 那这比较偏黄 但是如果我现在买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可能是干燥程度不一样而已 我真的看不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买这样 有时候会买这样 觉得两个都OK啊 这个才是我们很容易中奖的原因 有时候是不是用 因为你知道我妈妈有时候 会教我去用蚊的 我不知道二氧化硫是不是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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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酸臭味的是会有二氧化硫 对 然后你会发现到有 加你也是 酸臭味就是比较重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蚊不太出来 然后如果说他们是零售整把的 像是南北货的话 哇 那个有时候酸味 那老板娘还会强调说 哇 有酸味的话 是上等品 真的啊 对 然后你就酸味病那样 但我觉得闻不太出来 基本上 闻不太出来 白木耳就可以 所以最好还是 拿这个试纸测一下 白木耳就可以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冬瓜条 好吃 这个 比较白一点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是白的 偏白的 所以它没问题 好 还是冬瓜条 那隔壁的这个偏黄的冬瓜条 有没有问题呢 冬瓜条应该不太用 需要用二氧化硫吧 老师需要吗 都没问题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所以看它偏白偏黄 还不见得是唯一的 对 购买因素 老师这个不能帮我测 这个甜筋或糖筋 这吃不出来 这没办法吃甜筋 这吃二氧化硫 对啦 我知道了 你没有上化学课吧 这很甜啊 我想说一个赤子 可不可以吃好多种 通常这甜筋跟糖筋 我们常常讲 最简单一个方式 就是拿来沾在舌尖 好 老师请沾 对 沾在舌尖 你给我试试看 你给老师 没关系 因为偏白偏黄 干净的材料都没有二氧化硫 都没有啊 不过这很甜 对对 那你放在舌尖 过了一阵子之后 感觉到 苦苦的 会不会有苦味 就有可能 对对 如果有苦味的话 通常来讲 就是有甜筋 或者糖筋 因为甜筋跟糖筋 现在常常都是 加在一起在用 对 我觉得这个冬瓜糖的问题 可能不是甜筋 糖筋 因为也不是二氧化的 都没问题嘛 可是我觉得好好吃 而是糖太多了 糖太多了 而且这个应景啊 对 好 不能吃多 那潘老师 是不是帮我们补充一下 为什么每一次都是金针这个东西呢 好 这个二氧化硫啊 它的水溶性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说呢 您在第一关的把关呢 就是刚刚我们吴教授 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呢 你可以分次买回来 然后呢 自己在家里面先测测看 因为其实事实上 这些检测试剂呢 在各地的卫生局 有的是有提供的 那么事实上 你也可以看到 吴教授手上的 这个检测试纸呢 也是可以在一般的 这个化学的这个 所谓的材料店 也可以买得到 所以如果分批做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关第一关 那第二关就是说呢 这就是我常常在健康同学会讲的 你记得我那两句口诀 叫做小心买 认真洗 那所以第一关小心买 做到了以后呢 我基本上认为问题 就比较低了 但是你认真洗的部分呢 就我刚刚讲的 二氧化硫水溶性非常的高 所以你如果买回来这个东西呢 你如果能够泡在水里面 然后呢再加上你的认真清洗 大部分可以把它洗掉 因为它水溶性非常的高 所以你要记得 小心买认真洗 就问题不大 那等一下瑞玲先叫我们洗 在叫我们洗之前呢 这个二氧化硫 每次都是金针 那我们就很容易吃超过量 超过量的话 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这个宜邦老师告诉我们好了 其实二氧化硫 最主要是对有些气喘过敏的话 会引发气喘过敏 还有一些呼吸的困难的问题 它本身其实是个漂白剂 不过就像潘老师说的 我们只要用热水清洗的时候 它其实是挥发的 所以你清洗过程当中 你可能在室外空气 室外的话尽量不要室内也比较好 所以它是防腐剂 也是漂白剂 也二氧化硫 但是我比较担心 当然是目前的防腐剂 常用的是脊胱西酸跟本甲酸 脊胱西酸跟本甲酸 脊胱西酸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三黎酸 那本甲酸另外一个名字叫安息香酸 有时候我们进口食品当中 它不行 安息什么什么酸 对它其实都是防腐剂 那一般来说鱿鱼湿的话呢 为什么要放 因为它是肉类食品 我们是怕它里面有一些细菌残留 所以一定要放 那五香豆干的话呢 还是要放些防腐剂 因为记得前阵子 大家真空包装的东西 那里面很多五香豆干 还有大溪豆干 那因为有些人说 不要加防腐剂 可是不要放 不要加防腐剂 你用真空包装 刚好变成肉毒感菌之身的温穿 对 像初美讲过肉毒感菌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放一点防腐剂 只是不要过量的问题 不要过量 其实我们豆干有时候 经常会比较抽烟 就是防腐剂过量的问题 对 至于这淀粉食品 这实在是不应该加防腐剂 大部你要腻腻高生 对 其实如果说去检测市面上很多面条 为什么现在很多面条 可以放好几天都不会坏 那很多也添加防腐剂 那是不应该加防腐剂 但是加这两个防腐剂 虽然对身体 譬如说像极二细酸 会造成食欲不振 长期会引起一些发展迟缓 还有肝肾的威胁 它对这些其实都还好 算轻度的 比去水素酸都来得好 去水素酸真的是最多的 可是去水素酸是放在淀粉里面最多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让淀粉Q又好吃 又烹的感觉 然后又没有味道 事实上这两个防腐剂 我们吃起来还是有点点味道 不是很愉快的味道 像本甲酸它有什么副作用呢 会流口水腹泻 还有肚痛心跳快 它这些有这种症状 那有些人会皮肤过敏的反应 像肝功能不好的人也最好不要用 像本甲酸其实也是常见 尤其是像一些豆乳 像酱油那些都会含有本甲酸 要记得就是说 因为台湾天气是在潮湿 所以很容易有些发霉情形 如果你要买到一些 没有加防腐剂的东西 一定要放回冰箱 否则那些发霉可能对身体伤害更大 对我补充一下 像本甲酸 有时候都用在豆类的食品 我们有很多豆干 豆类食品它看起来就黄黄的 有些甚至也用了黄色色素 如果本甲酸跟黄色色素 加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毒性是加强的 而且很容易就诱发气喘 那还有另外上面脊胱西酸 脊胱西酸通常来讲 都会跟二氧化瘤一起使用 因为脊胱西酸久了之后 它有时候会产生我们叫脊胱西酸 脊胱西酸会有臭味 所以它一次又跟二氧化瘤 常常一起用的时候 避免它产生脊胱西酸 那这个时候它的毒性反而也是增强 好 那瑞玲告诉我们 我们刚刚讲这个做实验 做这个二氧化瘤的实验 潘老师说要勤洗 对不对 那究竟要怎么洗呢 一般人喔 就是说加女子腹通常会直接拿热水 直接给它浸泡 浸泡完之后 你知道那些水还把它留下来当汤底 对 那其实正常来讲还是不要 那个其实还把它倒掉就好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金针 我要拿那个水要足够的水 所以我原则上 我都拿那个电锅里面内锅 因为它有磕度 所以大家在磕度6的时候 我们就有足够的水 温水吗 温水 45度的温水 也不要太烫 那其实说你就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丢下去之后 要浸泡10分钟 因为E5要有足够的水去浸泡它 那记得把它压下去10分钟 对那10分钟之后呢 你稍微再把它加一汤匙的醋 醋啊 对因为醋其实可以把二氧化硫给引出来 对加一汤匙的醋 然后再把它拌一拌之后 好 拌一拌之后 然后拌一拌 然后差不多10分钟之后 你再把它捞在清水里面浸泡 清水就不要热的 记得 清水就凉的 对就一般的清水 再泡 泡完了之后啊 可是你那个醋的要不要泡久一点啊 要要泡稍微再久一点 因为泡差不多也是10分钟左右 对要泡10分钟 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很短好吗 对那我们就10分钟 那这个金针我们再泡10分钟 记得捞起来还要再洗一下 再洗一下 再洗一下 然后汤不要当汤底的 就把它丢掉吧 所以什么香菇汤底这些也都不要了 对 这个就可以洗什么 洗金针 洗那个白木耳 香菇 白木耳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对 有的问题 都可以这样洗 有的时候我们现在都知道 比如说像豆芽 还有一些布拉皮 对不对 越白的不见得是越好的 因为它天然的颜色 并不是那么白 对 因为漂白剂 是现在大量添加在我们的食品当中 我们现在用的是非常简单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赠送的一种试剂 试剂 你要测验呢 这试剂打开以后 把它倒到这个 我们已经有这个豆芽 那刚才对 那我们知道一点点时间 原来是很白 非常白的 就你现在呢 大概经过大概十秒钟左右时间 你拿起来看 和安德前面的那个呢 你会发觉它就还原成比较 没有那么白的颜色 你像你的豆芽还原成 对 还原成比较没有那么白的颜色 就原来的颜色 原来的颜色 可是呢你到市场上选的 却是非常白的 因为好看嘛 又胖又好吃 你也觉得吵起来很好 那因为这个就是添加了过氧化氫 那那个市值要干嘛 那就是那个还原剂 这是还原剂 那你如果说你很喜欢吃这个的话 你可以跟卫生局去索取 很喜欢吃这个 因为我们漂白剂有很多种 对 有的用二氧化硫 有的用过氧化氫 对 那它这个市剂 是完全测过氧化氫的 过氧化氫 所以如果说它的 它用漂白剂用了二氧化硫 你就这么一样 有无法怀念 那一般来讲 那变成化学课了 那变成化学课了 那是美学课一下变化学课 对 一般来讲 像二氧化硫用的最多的 就是像金针 就是我们那个金针 金针 它因为它如果正常的话 它是暗黑色 但是你如果经过漂白 对 它会变成金黄色 所以那个卖相差很多 那另外像那个免洗块也是 免洗块一般竹子切下来的时候 因为里面可能有黴菌 所以一般的筷子里面都有黑点 但是如果你用二氧化硫 蒸馏以后 它会变成全白 所以免洗块变成全白 所以你拿到一双筷子 是有黑点的跟全白的 你一定会用那个全白的 可是现在我们会用 闻的出来吗 对 那闻的话 就会闻得有点酸酸的味道 那就二氧化硫 所以我要回到这个题目 就是说现在市政府 这个是测过氧化氫 那它的做法是 你把它拿下来以后 滴上去之后 如果它有含过氧化氫 它会变色 但是这个变色 因为它的水太多 其实你可以看到 那个水是有点微紫色 所以它那个紫色 已经被它冲淡掉了 所以就是基本上 它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把它还原 是要变色 就是如果变成蓝紫色 就表示它含过氧化氫 对 所以因此就是说 你是拿一点点到外面来 然后滴下去 看它有没有变蓝紫色 这样就好了 对对对 好 静怀们要补充 所以如果说你要想要 来测它 是不是有加过多的二氧化氫 就所谓的双氧水 非常简单 你大概只要取 差不多这样的是 30公克的量 30公克 然后你加200cc的水 加这200cc的水 然后呢 我们前面有蒜头 你大概用两三瓣的这个大蒜 你要去处理的话 你就加了大蒜进去之后 加水煮沸 大概十分钟左右 那你就可以把里面的 残余的 它添加过量的过氧化剂 把它去除掉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但是跟大蒜中和了是不是 对 被吸附了 对 被吸附了